正值農曆七月鬼门关大开 不少人都会烧街衣去行线织腹 然而坊间对于烧街衣的方法 都有不同的版本 今次找来香烛店老板娘 教大家正确程序 以及拥有阴阳眼的 专栏作家小红母 为大家讲下鬼折禁忌 首先要先叫观音 为何这是鬼折 有云野鬼都出了街 我们就烧观音 意思是什么 等观音派 让人有鬼没去抢 等下主事公道 先烧三支粗的 点了蠟燭 然后就烧了这份观音 然后就装香烛 装好所有的香烛 还要摆好制品 当然我叫豆腐牙菜 水饭烧酒等 要摆好先 最重要是水饭 饭加水 即是我们拌汤去拌水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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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正式的 这份签证是佳衣 一份佳衣有三十六份 我们就叫做细休 即是那些油云有鬼 要拿到pass才收到其他东西 观音之后就烧佳衣 这些色纸摺好了 这个就是月天布 这个就是冷天布 还有溪钱 往生钱 银子金钱的元宝 这些就烧完了 最后这个就是银仔 就是最后杀的 烧佳衣通常是晚上的 收起热才拜 还有呢 烧的时候 只不过这个月 大家有些避忌 就是不要穿那么多红色东西 尽量就不要乱说话 不要见到东西就逗一下 有时就避忌一下 这些 我们通常会找些叉 找些长一点的东西 托托底 让它烧透一点 那你烧透一点 别人才收到 你烧得半 你都没烧完 对吧 如果没有地方插 就最好买一片冬瓜 冬瓜比较阔 那你有蠟烛 蠟烛有时有风 你会吹到那些香会断 那一边蠟烛一边香 那就好一点 除了萧佳衣之外 农历七月都有不少传统禁忌 我们又有什么要注意呢 多就其实都差不多 不过会聚在一起 就会多了 例如说可能是一些成功器的现场 又或者可能是烧街的地方 会相对多一点 不一定是食製品的 拿东西多 就当是好像街上拿紙巾那些 那样的排队 以前烧街已经是 整条街一齐 可能十几十个 心心一起笑 然后就拿完一档 然后走到第二档 不是想着去帮忙的话 就不要特意空过去 不要踢到别人的东西 你吃一碗饭 你都没理由踢死别人 但是走街方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又不会撞到 你不会真的撞到它 就会出事 你不是说 因为多到这样的情况 你撞到它 就会有问题 这个情况很少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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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